原标题 苏联为何强烈支持犹太人建国 现在才知道 简直太明智了犹太人是世界最古老的民族之一 创造了自身独特的文明和文化成果 而且在世界商业史上 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 但是犹太人的历史 那也是非常的悲惨 流浪千年 被欺辱千年 当二战时期达到顶峰 几百万犹太人被杀 此后在美国的支持下 犹太人才在二战后实现了建国 成为美国最核心的盟友 而在以色列建国的时候 不光是美国和西方的支持 就连苏联也是非常的支持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到底为何苏联也支持犹太人建国呢 现在看来简直是太明智了 从俄罗斯历史来看 在沙皇俄国时期 其实跟欧洲很多国家一样 也是比较讨厌犹太人的 在沙皇时期 甚至执行的是国家反犹太主义 当时在沙俄有五百万犹太人 甚至沙俄政府都提出三个三分之一 也就是清除三分之一的犹太人 压制三分之一的犹太人 同化三分之一的犹太人 即使在苏联时期也是如此 所以从历史来看 俄罗斯都是一个对犹太人不友好 甚至反对犹太人的国家 而且在二战后 显然犹太人成为美国的盟友 跟美国那是一起的 按理来说 作为美国的对立面 苏联应该反对彩队 但是恰恰相反 苏联不光支持 而且是强烈支持 这一点到现在很多人都想不明白 这对苏联有什么好处 其实我们只要分析下 支持以色列所产生的后果 就知道苏联支持犹太人建国的决定 那是多么的英明 以色列建国所在的巴勒斯坦地区 那是中东的核心 而中东那是整个世界的能源基地 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二战就有很直接的说法就是 谁要掌控了能源 谁就掌握了世界 所以对于中东那是非常的重要 而在近代整个中东 都是西方势力范围 都是英国和法国的脱端之地 到了二战后 西方更是直接接管了整个中东地区 当时中东大国沙特 伊朗 土耳其 伊拉克等 都投入西方怀抱 小国更是为西方马首是瞻 因此二战后的格局是 整个西方牢牢控制中东 可谓是铁桶一块 苏联想要扩展都非常难 所以苏联要打开局面 只有支持以色列 支持犹太人建国 为何这么说呢 因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 无疑是在穆斯林世界的中东 扔下去一颗定时炸弹 立刻将中东一滩平静的水给打破 由了犹太人建国 整个中东立刻出现裂痕 五次中东战争就可以看出来 所以犹太人的建国 使得其成为遏制美国在中东地位的最好利器 正是因为有以色列的存在 中中国家就不可能对美国死心塌地 这样苏联也才有机会介入这个能源基地 而可谓是一部世界战略的大吉 自从有了以色列 苏联在中东的地位被打开 开启了影响中东时代 而直到现在 以色列都是 俄罗斯在中东制衡美国的核心抓手 只要抓住以色列问题 那么美国就不可能在中东得到安生 所以至今这个政治遗产给了俄罗斯 而俄罗斯运用得非常的好 可谓是最宝贵的财富 所以尽管苏联当年支持犹太人立国 可以占据道义的高点 还能获得犹太人财阀的支持 但是更多的 苏联获得了打开中东局势的钥匙 借助犹太人的建国 苏联的势力成功进入中东 直到现在都为俄罗斯带来无穷的好处 以色列都是刺痛阿拉伯世界的核心 尤其是美国不断为以色列拿下土地 不光耶路撒冷 还有哥兰高地 甚至约旦和西安等 这一次次 使得阿拉伯世界强烈的反对 让美国没办法脱身 因此 有鉴于此 苏联当年的这个举动 可谓是太明智了 欢迎关注农夫史记 每天为您更新新鲜的历史资讯 不出门看天下事 参考林县 以色列史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 集 中文字幕费